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畅想新时代的主旋律 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反响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锚定目标 卯足干劲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系列报道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今天播出江苏昆山不断升级产业链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各地建立城乡医疗救治联动机制 保障农村居民医疗服务 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防部正考虑在美国境内训练乌克兰士兵 俄罗斯国防部披露多名美国国防及情报部门官员 参与在乌克兰进行的军事生物研究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月24号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回信 勉励他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今年恰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 中央歌舞团成立七十周年 东方歌舞团成立六十周年 仅向你们以及全体演织人员 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 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在文艺繁荣发展 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做出积极贡献 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文化史节 亮丽文化名片 一代代艺术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时代放歌 为人民起舞 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表示 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重得上益 守正创新 畅想新时代的主旋律 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再立新宗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前身主要有两个 分别是1952年12月成立的中央歌舞团 和1962年1月成立的东方歌舞团 党的十八代以来 该集团创作演出了 《舞蹈诗画》《国色》 《舞跃》《中国故事十二生肖》 舞蹈诗剧《直此轻律舞会千里江山图》 音乐剧《战放》等 一批广受好评的文艺作品 近日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十名艺术家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新时代十年 开展文艺创作的收获 表达牢记初心使命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卯足干劲 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 三农各项工作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根基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 夯实国家安全基础 都离不开农业发展 大家深切感受到 农业农村面貌一年一个样 这几天 黑龙江附近的这些社员们 正忙着将粮食发往全国各地 东闲东修 变成了农民们的东干东忙 我种的粮食都搭上了电子商务快车 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农民药包又是鼓鼓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具体指示 让我们特别振奋 会上为农民们提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农策 更坚定了我们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的决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行走祖国各地乡村气象新 农民日子美 乡村振兴建设火热 江西井冈山的柑橘迎来大丰收 井冈山是我国首个摘茂的贫困县 水果 茶叶 红色旅游 现在老乡们的致富门路越走越宽广 我们大力发展井冈毕幼等特色产业 依托红色资源 发展红色旅游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巩固拖长 脱贫攻坚成果 让老区人民生活更加红火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天南地北 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 让乡亲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新疆核田的核桃正是销售旺季 核田地区曾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今年这里的核桃正在变成核桃酥 核桃油等产品销往各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中之初 做好土特产文章 波比核桃是核田的土特产之一 我们全线核桃面积30万亩 产量达6.07万吨 把特色产业专化为用色产业 附设带动5万多户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高农产品副价值 带动更多的农民群众 持续稳定赠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全面推进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 统筹部署 协同推进 抓住重点 补齐短板 大家表示要因地质疑 注重时效 早日将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的美好蓝图 划为现实 我们历史从实现了 从几天井井堕菜拥火 菜拥一体 自助警营直接带动 起始堕户群众 积极创业 招搭菜业 整首支付 下一步我们发展的发销更明了 把菜拥发展后 把存造建设后 让洛北新的日子越锅越红火 我们通过现代农业产业的建设 发挥园区极具效应 还结合发展乡村旅游 成为农旅融合主阵地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按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 通过现代农业产业 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有续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 能人回乡 乡村的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善 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 这为我们的返乡大学生 解决了后顾之忧 让我们能够留得下 能创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把种业振兴行动 切实抓出成效 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眼下在重庆 江苏 贵州等地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在陕西 海南 广西等地的 育种基地 人们正在忙碌着 总之说 这不把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这句话引述到我们心悍上了 你看我们现在的高标准农田 还在加进减水 耗地才能出耗粮 有了高标准农田 农业新来化更有基础 抗风陨力更强 我们现在在南凡育种基地 正在悬域产量高 品质好 抗性强的优良品种 我们要继续扎根田间地头 做好作物育种基础研究 将种子牢牢抓在我们自己手上 助力种业振兴 空谈勿国 实干兴邦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做好三农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大家表示 要锚定目标 卯足干劲 以更大的决心 更明确的目标 更有力的举措 做好三农工作 破解一种卡脖的难题 把中国人民的方法 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下一步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色水思想为之道 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 贯彻落实好 共享我们农业科技人员的力量 现在我们每天 都会通过收集小程序 来查询温度 实度 但能将氨量等信息 根据不同的土壤和天气条件 来管理农天 残量也是逐渐地提高 下一步 在粮食耕种 关熟等环节 引进险进的几些设备 实行劝走旗 劝脸天 精细化的管理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 通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中央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 关于山农工作的 决策部署上来 在加快建设农业全国的新增增风 力增上游 再立新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江苏昆山向存量土地 要发展增量的同时 瞄准高质量发展 聚焦头部企业 苛创企业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新的超越 当记者到达昆山时 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正在进行一场碰头会 碰头会的焦点问题 是如何盘活现有的存量土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情发展 我们昆山的土地资源 十分有限 向存量土地要发展增量 是我们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这是空中视角 拍摄到的昆山 过去缺什么补什么的招商策略 让各类制造企业串点成练 但同时 土地资源也越来越稀缺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经过一系列调研 昆山出台了进一步 推动工业用地 提制增效工作的若干意见 新一批存量土地的改造 提上日程 土地使用权人 可以以转让入股 联营等多种方式 开发低效用地 眼前 这片土地就被列入昆山市工业用地提制增效名单 以前这里是一个纸箱包装厂 那边是一个手工作坊 形象不好 配套又差 招不来好企业 通过统一规划 改造后原区将吸引汽车零部件制造 智能机器人研发等产业进入 预计未来母均税收将达到50万元 是原来的三倍 土地的提制增效 让昆山高质量发展有了基础 而持续锁定最先进的技术也推动着昆山产业链不断升级 党的20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构建新的增长引擎 这坚定了昆山发展培育自己工业大脑的思路 这是一场企业展示会的现场 昆山邀请了200多家科技企业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台上这些企业介绍最新研究成果 台下昆山各类制造企业主管部门认真聆听 不想放过任何合作机会 党到20大之后我们积极地贯彻落实 推动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协同发展 过去我们是为大企业招备套 现在我们是为整个昆山招大脑 我们也希望这些科技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未来选择昆山投资新业 目前昆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归上工业总产值占比约51% 根据当地测算到2025年 这个数字将达到56% 此外2025年前 昆山计划实现培育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00家 高新技术企业4000家 银保监会表示 2023年将推出一系列银行业保险业 服务实体经济政策措施 包括督促银行机构合力增加消费信贷 做好养老 教育 医疗 文化 体育 餐饮 住宿 旅游等服务消费的综合金融服务 同时着力保障重点领域信贷资金需求 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 加大对新能源 人工智能 生物制造 量子计算等先进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 引导银行保险机构 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 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因成失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推进优化保险资金运用 稳步增加长期政府债券投资 持续加大资本市场投资力度 探索保险资金长期稳定投资股票模式 加大优质上市公司股票投资 近期各地国家高新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 积极推动人才链 产业链 创新链布局 带动区域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合肥高新区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展源头技术成果淘金计划 这是11月底刚刚发布的 我国首台分辨率达到2.5纳米的 商用乌登斯扫描电子显微镜 这一成果的出现 依托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成果转化团队 为了能够将关键核心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各行各业 实现批量生产 一个以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为核心的 科学仪器产业化极具示范基地 量子科技股正在加紧建设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我们整合优势资源 加快推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 项目建成后 目标将带动产业链上下又发展 实现数十亿产值 苏州高新区近日发布高光20条 提出了建平台 强创新 促转化 引项目 优生态等举措 加快推进光电子产业发展布局 今年第四季度 苏州高新区长光华新35瓦高功率芯片 大批量生产出货 这是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半导体激光器 在高新区助力下 近期企业又与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成立联合实验室 启动蓝绿光半导体激光器 这一关键技术的项目攻关 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打造面向未来的光子产业创新集群 全年将实现光子产业的产值 仅700亿元 成为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稳经济促发展 西安高新区密集发布了 科创9条 复工复产10条 等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力度更大 把点更准 成效更好 截止到今年11月 西科控股产业化平台 在全国累计投资孵化出 硬科技企业412家 填补了一批国内技术空白 在西安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山导院创新性地打造了公共平台 加专项基金 加专项服务的光电芯片孵化生态 提供了新动能 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高新区总数已达173家 今年第三季度 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 127,966亿元 较一季度增长16.6% 为区域经济稳增长 高质量发展 提供持续动能 年日来各地采取多种措施 扩大产能 科学统筹 全力保障重点医疗物资生产 和市场供应 面对当前疫情形势 各类退烧抗病毒类药品市场 需求逐渐增大 江苏省各级政府部门 派出保工小组 进驻抗疫物资生产企业 提供原料保障 物流运输协调等服务 位于四阳县的这家 生产解热阵痛药的企业 正开走马力加快生产 产量就是原先的50万例 现在连续生产 每天增加到100万例 河北省药品监管部门 成立工作专班 对药品生产实行全程监管 为制药企业扩大产能 开通绿色通道 尽最大努力 保障止咳 退热 抗病毒等药品市场供应 随到随审 快审快批 全流程绑办 零讨动办理 近些天我局已经先后帮扶了 14家生产企业扩产增能 重庆市围绕抗原 退烧药 N95口罩等紧缺物资 敦促电商平台 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调配力度 全力保障市民自主购药需求 我们现在安排了24小时的班次 投入了三倍的人力 来保障现在的药品订单的出库 对于政府协调的一些 民生保障的项目 以及紧急药品和一些抗疫物资 我们有专门的去跟进 到户后第一时间去完成上架 记者从北京市药物资 应急保障工作专班了解到 通过一系列举措 北京保障市民用药的压力 得到缓解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各地进一步加强药品疫苗 抗原检测试剂 医疗器械等重点医疗物资的生产调度 目前国家药监局 已经批准42个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产品 并将所有抗原检测试剂生产企业 纳入白名单给予重点保障 同时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新冠疫苗生产线 年产能超过70亿剂 能够满足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 各地持续优化措施 助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 建立城乡医疗救治联动机制 守护农村居民健康 湖南省长沙县春华镇卫生院的医生孔永 一早就带上药箱和同事前往 春华镇花园新村食堂铺村巡查 他们把药箱里准备的药物挨家挨户发放 并叮嘱他们做好疫情防护 今年70岁的王蕊村和妻子 常年两人在家 孩子们都塞外工作 老两口都患有基础疾病 是孔永重点关注的对象 妻子龙亦云这两天又出现了 头痛发热症状 孔永上门后 确认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属于轻微症状 采取居家服药治疗 又指导其丈夫做好个人防护 我不害怕 孩子他有那么无群人冒死 孔永生都给你 精神都给你来照顾 在贵州省丹寨县 这些天 由县乡村三级医护人员组成的小分队 奔赴全县122个村寨 为农村有需要的群众 提供免费送药上门诊疗服务 88岁的老人 吴学珍出现了感冒发烧症状 村医吴明英接到电话后 上门为他看病 对于部分疑难重症患者 甘肃省县级医院 还与城市三级医院 开通了快速转诊通道 甘肃省陋西县农村产妇张燕熙 患有严重的认身高血压 和胎盘植入 加持感染了新冠病毒 分娩风险高 隆西县医院评估后 将它连夜送到了兰州 甘肃省富有保健院 通过绿色通道接诊 进入孕产妇重症救护中心救治 那时候血压要220 特别危险 医生就鼓励我说 活得良好好的活着 我们一定要把你们抢救过来 我住了要半个月 回复特别好 眼下一年一度的吉林茶干湖东部 正在热火朝天展开 渔工们用传统方式围捕 冰面下的渔群 与游客们分享丰收的喜悦 茶干湖位于吉林省松原市 是吉林省最大的天然湖泊 一大早 东部队赶着马车 同时向茶干湖中心进发 湖中心地带是深水区 也是大鱼集中的区域 东部队确定好捕捞位置后 撒下千米大网开始作业 整个捕捞过程 大约需要8小时 此次东部以来 已连续获得6次红网 也就是单网出鱼量在10万斤左右 其中产量最高的一次 红网出鱼量达到了50万斤 马拉脚盘冰下走网 这种古老的东部方式在茶干湖已传承近千年 为了做到可持续捕捞年年有余 东部队始终坚持不使用密网捕鱼 这样可以让小鱼游回湖里继续生长 依托生态保护和科学捕捞 如今茶干湖的鱼类已达几十种 年产鲜鱼达6000吨 这次东部将持续到2023年2月份 预计总捕捞量为1500吨左右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乡村振兴局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11月底 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3278万人 比2021年底增加133万人 增长4.2%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第六届世界浙商大会 昨天在杭州闭幕 会上共签约项目78个 总投资额3699亿元 涵盖了数字经济 生命健康 新能源 新材料等重点产业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今天在三亚闭幕 金热奖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九大奖项 隆重揭晓 本期电影节 共收到来自全球 116个国家及地区的 3761部影片参赛 五级大型电视政论片 新时代中国人权 明晚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综合频道播出 该片 以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 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人权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成果 从昨天到今天 我国内蒙古 黑龙江 湖北 以及川西高原等地 先后出现了 小到中雪或雨加雪天气 未来三天 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 雨雪天气范围向东扩展 其中 陕西 四川盆地等地 将有大雪 各地需注意 低能见度及积雪 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 俄军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 顿涅茨克等方向 发动持续进攻 打击乌军士兵 和外国雇佣兵 击落多架乌军军机 并拦截大量无人机 乌防称 乌军击退了俄军在 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 十个定居点附近的攻击 并打击了俄军防空导弹 系统阵地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 在美国境内训练乌克兰士兵 操作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可能性 报道称 俄乌冲突以来 乌克兰士兵在欧洲多国 完成一系列北约提供的 武器系统培训 但是未在美国 接受过此类培训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只要美国把金钱和武器装备 输送到乌克兰 那么冲突还会持续 国际人士指出 美国为维持霸权挑动危机 导致局势紧张 某些国家想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导致局势恶化 我认为加入北约 这样一个不合十一的组织 是非常危险的 北约试图将其战略利益触角 扩张到全球所有地方 肆意挑起敌对 美国是试图借俄乌冲突 维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 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24号消息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当天披露 俄国防部已掌握在乌克兰 进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的 所有关键人物名单 其中涉及美国国防部 情报机构和制药巨头人员 包括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前局长肯尼斯·麦尔斯 美国中央情报局风险投资机构 IQT公司执行副总裁塔拉·奥托尔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 托马斯·弗里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 弗朗西斯·科林斯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前首席执行官 杰弗里·沃兹沃斯 以及美国辉瑞公司部分高层人员等 消息还称 根据现有信息 美方正将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内 未完成的部分转移至中亚和东欧国家 美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 在非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类似项目 24号 大批英国铁路工人再次举行罢工 当地铁路服务无法运行或是提前停止 民众传统假日出行受到严重影响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 受铁路工人罢工影响 法国本周末有约40%的高速列车取消 在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 近期英国等欧洲多国罢工活动不断 大型冬季风暴持续影响美国大片区域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截至24号 美国各地已有至少23人死亡 目前正值美国传统假日出行高峰 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 24号一天就有超过5500架次 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取消 公路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 24号 肯塔基州一条洲际公路上 有超过700辆车被困 美国多地还发生停电事故 有主要电网运营商警告称 美国东部6500万人可能面临停电 美国南达科他州 纽约州部分地区等已进入紧急状态 当前正值美国传统假日购物高峰季 位于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市的美国最大商场 美国购物中心在当地时间23号晚间突发枪击事件 造成一名19岁男子死亡 根据警方消息 当时现场有多人发生争吵和打斗 之后有人拔枪射击 购物中心内的民众四散逃离躲避 购物中心一度关闭 警方逮捕了5名17到18岁的青少年嫌疑人 这是该购物中心今年第二次 因枪击事件临时关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